我们人类能够在地球上生活 而不会自动脱离地球 是因为地球对人有吸引力 同样的 原子之间能自动结合 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吸引力 这股将原子与原子结合在一起的吸引力 就是化学键 正是因为有了化学键 使得一百多种元素构成了世界上的万物 这些物质的特性与化学键的种类息息相关 究竟化学键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就要从八语体法则开始说起 还记得吗? 我们在上一章中学到 原子最外层的壳层是架壳层 架壳层中的电子称为架电子 美国的科学家路易斯 在观察原子的电子排列时 发现在钝器原子的架壳层中 除了有两个架电子的氦原子之外 其他的钝器都有八个架电子 而且钝器是非常稳定的化学物质 常温常压下 不会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 几乎都是以单原子状态 存在自然界中 受到这个现象的启发 路易斯在西元1916年提出对于化学件形成的解释 他认为原子之间可以借由架电子的得失与共用 使架壳层有八个电子 以变成其最临近钝器原子的电子排列 称为八语体法则 正确答案为C和E 氦原子和乃原子哦 接着让我们来看看架电子的间接方式吧 根据路易斯提出的八语体法则 架电子在化学件的生成中 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 参与了化学间接的作用 使得原子与原子之间能够结合在一起 当原子间接时 架电子又是如何运作的呢 让我们用拟人化的比喻来说明吧 先假设化学性质最稳定的原子是最好最棒的 而且所有的原子都崇尚稳定的状态 也就是说 钝器是原子之中的天之胶子 天生就具有稳定的化学性质 而它们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最外层的架壳层有八个架电子 因此其他的原子们看到了最好的钝器 开始眼红了起来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 虽然大多数的原子最外层 都不是八个架电子 但是它们可以互相合作 来创造双赢的局面 透过架电子的得失与共用 使得双方的最外层都达到最临近钝器的架电子数 举架电子转移的例子来说 钠原子的最外层只有一个电子 绿原子的最外层有七个电子 但只要钠原子把它的一个架电子转移给绿原子 那么两个原子的最外层就都是八个架电子了 不过也有原子之间没办法运用电子的转移 来形成钝器的电子排列方式 于是它们转移共用架电子的方式 比如说外层只有一个架电子的氢原子 以及有七个架电子的氯原子 两方各拿出一个电子来共用 使得氢原子的外围能跟氦原子一样有两个架电子 氯原子的外围则与奶原子一样有八个架电子 这就是架电子的共用 无论是转移还是共用 都会使粒子之间产生静电吸引力 让这些粒子结合成新的化学物质 这样的结合力就称为化学键 接下来让我们来了解 常见物质与化学键的种类八 化学键一共有三种 分别为离子键、共架键及金属键 依照原子的特性不同 会形成不同种类的化学键 我们来举几个例子 首先 钠原子与氯原子会间结成氯化钠 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石岩 是以离子键结合而成的离子化合物 氢原子与氯原子则会间结形成氯化氢 将氯化氢溶于水中之后产生的氯化氢水溶液 就是我们在清洁时常常会用到的盐酸 氯化氢属于以共架键结合而成的分子物质 许多的钠原子会堆积成钠金属 钠金属则是由金属键结合而成 原子可以用不同的方法间结 进而形成性质不同的物质 至于这三种化学键所形成的 它们的生成物又会有什么特性呢? 这就要留到后面的影片中分别详细说明了 让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东西吧 化学键是一股让原子之间结合在一起的作用力 为了解释化学键的生成 路易斯提出了八余体法则 原子之间可以借由架电子的得失与共用 使最外层的架壳层具有八个电子 让原子达到与最邻近钝气相同的电子排列 依照原子的间结方式不同 化学键可以分为离子键、共架键及金属键三种 路易斯在提出八余体法则之后 解释了原子之间相互间结的原因 为了方便说明他对于间结的想法 他提出了一个简易描述原子加电子数的方法 称为路易斯结构式 下一部影片将会介绍路易斯结构式的画法 最后请大家一起想一想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们提到了化学键的形成会符合八余体法则 但是 其实八余体法则也有例外 也就是说 有一些物质并不符合八余体法则 那是不是代表这样的物质是不稳定的呢 那在自然界中 有没有这样的物质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 感谢你的观看 下次再见咯